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DP增速回落到4.9% 四季度回落到4.0% 那么2022年GDP增速预期目标设定在5.5%左右 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中国要下决心止住经济增速下行的势头 而这种决心本身也能对冲我们前面说到的预期转弱的压力 实质性的助力稳增长 第二是可用财力明显增加 从财政政策的部署 我们也能感受到信心和决心 先说信心 今年赤字率按2.8%左右安排 不仅比去年下调了 还是2020年疫情阻击战以来首次低于3% 这说明我们在权力稳增长的同时 还能未雨抽谋 为未来形势的变化预留政策空间 再说决心 虽然赤字率下调 但可用财力是明显增加的 即2020年面对疫情防控压力 中国启用特别国债这一工具后 今年再度拿出了一个厉害的工具 在财政收入预计继续增长的基础上 通过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 依法上缴近年节存的利润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措施 支出规模能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 第三是继续大幅捡税让利 在连续多年大幅捡税后 市场其实是有担心的 认为我们是否还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 那么今天的报告给出明确的回应 那就是中国将减税与退税并举 实施新的组合式的税费支持政策 预计全年减税退税约2.5万亿元 其中留底退税约1.5万亿元 退税资金要求全部直达企业 这彰显了中国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决心 也将有利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